在國內上切換車道不打方向燈 還要下載道時未依序排隊 喜歡插入正代連貫使出主線的汽車中 這些從9月1號起都要小心了 因為交通心製上路 像是變換車道未打方向燈將加重處罰 罰款將從1200到1500 加重為3000到6000 而插隊未排隊將開罰3到6000 插隊的部分來講的話 那原則上大概就是 第一個就是警察有在現場的話 那當然他就是主要就是可以做 馬上取締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一些比較容易回堵的 這個交流道或者容易插隊交道 我們也設了一些比較 解析度比較高的這個攝影機 那這些攝影機都是可以編制車牌的 號遊覽車和大客車 9月起也將不分出廠年份 若未依規定受檢 將可發900到1800 國道大客車攬檢 未依規定受檢 發3000元到6000元 除此之外 9月1號起可規則台鐵的延誤 超過45分鐘可全額退費 不可規則台鐵的延誤120分鐘 也可以免費搭乘同區間同等級列車一次 而在藝文方面 過工9月起下午4點半後 國人免費入場 國寶崔玉白菜也開放拍照上傳臉書 記者綜合報導